近日,家住在湖北武汉的马晓云外婆因感染新冠住院,急需注射进驻人免疫球蛋白,但医院无货,同时他也变访武汉以及其老家黄石药店后,均被告知已受庆。 马晓云告诉记者,最后我弟弟在深圳一家药店成功购买到了20瓶球蛋白,总共花费约1.12万元。 因为其用,又花费了1500多元的物流费,作为血液制品之一,进驻人免疫球蛋白,又称进饼。 饼球,球蛋白,属于处方药,原本在临床上使用并不广泛,因此医院库存有限。 近期因奥密克戎感染数增加下,球蛋白受到市场追捧,多地药店也传出缺货消息。 记者获悉,日常一瓶球蛋白的进货价约300多元,但目前个别市场终端销售价可高达上千元,甚至有达到1700元一瓶的。 日常出厂价300多元一瓶,药店零售价在450元左右。 近期在一些地区,该药品被爆炒至上千元,除了跟疫情带来的需求量大增有关外,一些渠道商也在囤积炒作。 尤其是近半个月以来,市场囤积的现象有抬头趋势,这种囤货一定程度也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。 另外,在囤积过程中,一些渠道商也会层层加价,一层可能加价50%后再进行转账。